大家好 今天是8月3号 星期三 股市经过昨天大幅度的回调之后 今天有一点点的反弹 可是相对这个星期内测的跌幅 算起来股市的反弹 只是一个错误的回稳而已 并没有出现什么真正的回稳的信号 等一下再做分析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点恒生指数先高开176点到19865点 曾经在上升到19921点 相对昨天收市来说是上升到232点 可是买盘真的不足够 而且物盘也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出现 结果指数在下午3点左右 已经曾经一度低见19685点 相对昨天收市来说是轻轻回调4点 那等于说整个股市虽然说今天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反弹 可是由于买本不足够 而且顾本也不断的出现 结果整个股市只是反复整股而已 这个月到现在为止股市还是一个先高后低 指数暂时还是从1号的高位 20251点 回调到2号的低位19515点 当然一个月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可能在两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还有736点的波幅也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那信下的可能性很简单 指数要是没有办法往上攻破20251点的话 我想还是有机会在经营部下设19515点 大家要小心 尤其是现在再往下看的指数 已经退守到5月10号的低位19178点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当指数跌圈19178点的话 下一个防守的据点就要退守到 今年3月15号的低位18235点 这个也是今年全年的低位 刚才我提到股市虽然说是有一点点的回稳 可是不算是真正的回稳 原因很简单 直到指数到目前为止 还是反复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而现在最低的移动线就是10天线 大概在20368点左右 简单一句 指数一定要回升到10天线以上 而且要稳守到10天线之上 才能够说股市已经出现一个初步的回稳了 可是直到目前为止 相对现在指数在19700来看 相对那个10天线还是要很远很远 而且再往下看还有20天线 150跟250天线 我想从移动线方面来看 可能到下个星期 50天线就会进一步跌圈100天线 到那个时候移动线的排列就是250 往下就是100跟50 20跟10天线 而横子就在最下方 这个走势是一个不断往上寻找地位的 中期的下跌的毛色 所以暂时来说 任务都不许大家还是保守一点点 当然 买卖一些少的那个数量的股份 像腾信像88 每端点评 小幅度的炒卖问题不大的 赚钱当然是开心 要说赚不到钱 输10块8块钱也直算就算了 最重要的是板金要留在身边 未来一段时间股市的反复 我想还是会比较明显的 所以任务的短线布局 一定要做风险管理 中线布局的暂时来说 我想还是少等一下比较好 好了 下个分析就说到这里